去玩四驱车吧 好啊 走吧走吧 好 那咱们就快点去四驱车俱乐部吧 这里是四驱车俱乐部啊 真没想到居然在神石丁复活了呀 口袋四驱车或者说旧叫四驱车 是一种使用口袋大小的迷你车 竞速的游戏相当有深度 想想我从前也在这个地方 立志过要成为整个神石丁四驱车 开得最快的人 那时候常和小朋友们混在一起 特别热血地跑比赛 还费尽心思地改装过四驱车呢 而且还和当时做实况解说的四驱战士 交流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在伟道重逢后就一直没见过面了 不知道他现在过得好不好 真烦人啊 你就随我喜欢吧 战士 但那样改造是不行的呀 小四郎同学 我建议你还是换上这种 更能防止车身打滑的特制轮胎吧 这样就肯定会在比赛中占优势的 来吧来吧 你就相信我 试一次吧 我才不要呢 我喜欢现在的轮胎 颜色当然是紫色的更帅气 颜色嘛 但那样速度也上不去 如果飞出赛道就得不偿失了吧 烦死了 我最讨厌战士了 算了 去其他公园做吧 我们走吧 小康同学 等等 我还没有说完 真是的 真是不顺利啊 那么 要收拾一下才行 对不起 哦 是魔像猛虎啊 你 你竟然知道啊 啊 我以前经常泡在这里 那会儿常和四驱战士一起玩 什么 对了 我在四驱车股份有限公司 做四驱战士 您可以叫我村忠 我嘛 在四驱车界 一直自称伊马 哦 原来是伊马呀 请多多关照 伊马你刚刚说有玩过四驱车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是在泡沫经济的时候了 所以距离现在有三十年了吧 是第一次四驱车热潮的时候啊 我也想生在那个年代体验一下呀 毕竟听说当年非常流行啊 确实啊 当时可以说是风靡全国了吧 我原本记得这一代 已经没有四驱车俱乐部在营业了 没想到现在居然又出现了呢 嗯 虽然有段时间颓废了 不过最近出现了潮流复苏 好像又在全国重新流行起来了 在我来这儿之前 新社长上任了 新任社长是个很爱四驱车的人 而且他的经营手腕也相当犀利 社长积极运用综合传媒效应 他以中学生和小学生为中心 成功地再一次掀起了四驱车热潮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么你为什么会成为四驱战士呢 那当然是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四驱车 我小的时候大家都开始不那么关注四驱车了 但我非常喜欢 那时我还在上小学 每天放学回家后我都要改造四驱车 我的零花钱很少 但我每天都在努力存钱 想要尽力做出最快的四驱车 我在学校里完全没有朋友 但在玩四驱车的过程中 认识了一些四驱车同好 这让我第一次感到有了归宿 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啊 是吧 然后你就产生了这种想法 是的 那个时候我一个朋友也没有 是四驱战士在四驱车会场 很友善地向我搭了话 是他出面把我介绍给其他车友认识 多亏了战士 我才正式交上了朋友 所以我也希望可以去帮助 去鼓励 像从前的我那样 没朋友的孩子 我想成为那种人 所以就当上了四驱战士 您有很强的意志吗 别说还挺帅的 但是实际当上了之后 觉得还挺难的呢 在四驱车的知识上 我完全有自信 不输给任何人 所以我就想活用那些知识 去叫孩子们 改造出最强的四驱车 去帮助他们 但总是掌握不好距离感 被他们讨厌 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这个呢 都已经三十岁了 是不是回老家更好呢 有什么好笑的吗 没有 我只是想起 刚好在三十年前 也有那么一个四驱车战士 和你有差不多的烦恼 我和那家伙 一起玩了很久的四驱车 和他之间的回忆 全部都非常美好 虽然最近没见过面 但他现在 也还是我最重要的朋友之一 原来有个那样的人啊 他非常受孩子们的喜爱 是个出色的战士 不过 哪怕是他 当时也有过烦恼的 黛玉和实行低的 林世公一个水平 人也已经三十岁了 他也烦恼过 继续这样做四驱战士 真的好吗 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最后他 还是选择了继续当四驱战士 毕竟他真的很喜欢四驱车 也很受小朋友们的欢迎 应该是 想认真去面对那份感情吧 孩子们的喜爱 真让人羡慕啊 如果我能够被孩子们喜爱 就不会这么烦恼了 你觉得 孩子们在玩四驱车的时候 希望从你这里 获得些什么呢 这个嘛 毕竟我是战士 应该是希望 我能够教他们 更多四驱车的知识吧 教他们相关知识 也许确实是作为战士的 一个重要的基本素质 但是 那些来玩的孩子们 最希望从你这里获得的 真的只是这些吗 什么 你刚才 也表达了自己 对四驱战士的感谢 难道 你是因为他教了你知识 才感谢他的吗 是因为他教会你 怎样做出速度快的四驱车 才想成为四驱战士的吗 还是说 因为你听了他的话 赢得了比赛 所以很感谢他 不是那样的 我会感谢战士 是因为 他看到我没有朋友 对我很亲切 既然你能明白这一点 那么 你觉得作为一名战士 最需要为孩子们做的事情 是什么呢 你心里应该已经有答案了吧 一马 我 是啊 我搞错了 四驱车虽然是竞速的游戏 但重要的 不是速度 四驱车最重要的 不是输赢 最重要的是 和朋友们 开开心心地一起玩 我居然忘记了这个 理所当然的道理 难怪 他们不怎么喜欢我呢 现在开始改变 也还来得及 是的 我 去跟刚刚那些孩子们 再聊一下 这次 除了做出速度快的四驱车 还要告诉他们 四驱车的乐趣 我想孩子们应该 也在等着你 谢谢你了 一马 那我先走了 在家里面 那这一次 转型 这就会是 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 两路 的 这台四驱车不错嘛 我很想要一台呢 是限量版的吧 还给我 那是我的 这小鬼干嘛呀 想挨揍吗 这么稀有的款式 对你们这种小鬼来说 太浪费了 我来帮你们用 那 那是我存下零花钱 买来的呀 吵死了 我宰了你 给我 等等 你们几个 你谁呀 我是 四驱战士 那是小刺狼同学的四驱车 快还给他 没想到我们 会被这个四驱战士教育啊 你这种打扮奇葩的家伙 再怎么叫嚷 也一点都不吓人 你去让这种小鬼拿着 还是我们能让这台四驱车 跑得更快吧 对四驱车来说 这不也是件好事吗 对吧 开什么玩笑 伤害孩子的家伙 即使跑出记录 那也是垃圾 四驱车最重要的 不是速度 而是和朋友 一起制造 友好快乐的回忆 你们这种家伙 没有资格玩四驱车 这还真是 这里很危险 快逃 但是 战士呢 别管我 快逃 不 不 不 走了呀 好 小伙伙们 和四驱战士一绝胜 突 突然攻击 是 不 公平的 哼 这家伙怎么回事 也太弱了吧 一把年纪了 还打扮成这个样子 去照顾小鬼 什么战士啊 也太逊了吧 就是啊 为了这种玩具那么生气 你父母也一定在哭哦 哈哈哈哈 我劝你 还是赶紧回老家 继承家业会更好吧 我尊敬的战士先生 把 把小次郎同学的四驱车 还 给 哎 烦死了 呀 可恶 可恶 啊 居然晕过去了 爽啊 喂 啊 啊 你 你是谁啊 路过的四驱车 车友罢了 你们可没有资格对战士说三道四 快把那台四驱车给我还回来 这家伙搞什么呀 是不想活了对吧 想动手试试吗 好啊 把这位大叔 给我宰了 我回来 我随时都能上 轮到我了 准备上吗 丢人了可别怪你 我来对付你 开队 开我了 轮到我了 都收拾掉了 战士快醒醒 小次郎同学 太好了 醒过来了 你没事吧 战士 你们也没什么事吧 没事 因为战士你保护了我 谢谢 战士好强啊 吓了我一跳 什么 好强 不是吗 战士把周围的小混混都打败了 这是我干的 除了战士你还能有谁 战士真是帅呆了 那个 谢谢战士帮我把四驱车要回来了 不用谢 教育破坏规则的人 本来就是战士的工作 战士为了我那么努力 但我却对战士说了那么过分的话 真的非常对不起 没关系 小次郎同学 错的人其实是我 你想自由地去改造四驱车 但我却忽略了你的感受 莫名其妙地 把那些知识强加给你 我自顾自地以为 四驱车变快了就会开心 赢了比赛就会开心 还想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你身上 我真是不配做战士 我忘记了玩四驱车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 对不起了 战士 那么 作为和好的证明 大家一起玩四驱车吧 好啊 玩吧玩吧 在四驱车俱乐部玩 是吧 战士 啊 当然了 请让我先去贴个窗口贴 你们几个先过去好吗 嗯 知道了 我们等你 战士 太好了 新的四驱战士 这件事算是结束了 我先去贴个窗口贴 我先去贴个窗口贴 你还要是结束了 你还要是结束了 我听说四驱战士 被卷进打架时间 就赶紧跑过来了 你没事吧 社长 我没事 孩子们也没事 是吗 那就好 只是多亏了 有你保护了孩子们呢 谢谢你 村忠 哪里 作为战士 这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嘛 我说村忠 你看起来 好像变得很有生气呢 感觉整个人 跟以前大不一样了 是吗 也许是 多亏了 医马吧 医马 是的 是一位 从泡沫时代 就开始玩四驱车的 非常绅士的人 说实话 我之前还在烦恼 要不要继续坚持作战士的 但医马他跟我一起讨论 在背后推了我一把 让我彻底明白了 最重要的是 是什么 这样啊 医马他 怎么样 医马是个好男人吧 是的 非常好 莫非 他是社长的熟人吗 他可是我非常非常重要的朋友啊 原来是这样啊 医马他也说了呢 即使是放到现在 战士也仍然是他重要的朋友 是吗 那么 我差不多也该走了 那些孩子们还在会场等着我呢 路上小心 对了 村忠 如果你再见到医马的话 能不能帮我带句话给他 就告诉他 将来再一起玩四驱车吧 好的 我绝对会转告他的 那么我就先走了 即使现在 也是非常重要的朋友啊 能够交到一辈子的朋友啊 所以说四驱车是最棒的 对吧 医马 如果将来 将来能够再见的话 就再像当年一样 像个孩子似的 哭着 笑着 或者生气着 一起玩四驱车吧 医马 好 幸好 那里 只要是 再来 五驱车